埃及当地时间29号上午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发出声明 宣布搁浅在苏伊士运河的长四轮 已经成功上浮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负责人雷比在声明中表示 这艘船的方向已经转正80% 船尾移动至距离岸边102公尺处 在上浮之前船尾仅距离4公尺 从即时船舶追踪网站Marine Traffic上可以看到 长四轮的尾端已经脱离苏伊士运河西岸 不过全球航运权威媒体劳士日报29号报道 相关人士表示船首仍然卡在岩石当中 劳士日报编辑米德表示 与这项救援工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 之前乐观表示 长四轮渴望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移动 埃及总统赛希几个小时前 在脸书发文感谢埃及人 并表示尽管在这个过程中 各方面都涉及重大且复杂的技术困难 今天埃及人已经成功结束苏伊士运河 货船搁浅危机 通过埃及的双手将事情恢复正常 全世界能够确保他们的货物和必需品 可以通过这条海上动脉 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 美国海军军舰移动也受到这一个事件的影响 但也强调国防部自由办法 可以支援当地军事作业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第五舰队公共事务官员 雷巴里奇表示 我们不会谈论特定影响 我们有其他办法在任何长时间 优色情况下减轻影响 并支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范围 新唐人也在第十章旗林综合报道